难道我们都错怪了灭霸吗 在电影《永恒族》中 《保护地球的永恒族》 对着艾甲克就明确说过 是灭霸延迟了地球的毁灭 在《复联3》里 灭霸费尽心思收集无限宝石 抹除了宇宙中的一半生命 灭霸之所以这么做的理由 就是因为他赖以生存的母星泰坦星 由于人口过剩的问题 最终走向了灭亡 而身为永恒族一员的灭霸 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天神组的阴谋 他们在各个星球播撒天神种子 当人口到达一定的数量后 就会开始吸取星球上的生命能量 等种子铁育成功之后 神线降临星球也会走向灭亡 所以灭霸向泰坦星提出了针对计划 无论平坚的杀意留意公平原则 不仅可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 还能阻止神线的毁灭 可计划还是失败了 最终灭霸只能眼睁睁看着母星被毁 文明程度如此高的泰坦星 都避免不了被毁灭的下场 更何况是其他星球 心有不甘的灭霸 便下定决心阻止天神组的计划 于是穿梭在各个星球中收集宝石之后 达翔直抹掉宇宙一半人 让星球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 从灭霸的角度来看 它的目的从来不是杀戮 而是为了保护 它不想泰坦星上的悲剧再次发生 但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 它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最忠诚的部下 最爱的女儿 甚至把自己都算在了消失的一部分 在打完响之后 它首先摸了摸自己 它早已做好了复死的准备 虽然灭霸是抱着拯救的想法 妄图行使上帝的权利 用一半人的生命去拯救另一半人 但它并不是上帝 所以也没有权利去决定他人的生死 因此抹除一半生命的灭霸是错的 但从永恒族的逻辑来看 灭霸又是拯救了宇宙一半生命的英雄 相反复仇者们反而成了弄巧成桌的 可保护地球本就是英雄的责任和使命 哪怕有一丝希望 他们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的生命 复仇者们也没有错 所以单纯从一个角度来说 并不能说明灭霸是对视错 只是双方的理念不同而已 大家觉得灭霸是对视错呢 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